臭小子是不是皮痒了 罗飞顿时暴跳如雷吼道 只不过刚吼了一句 便被林景洪拍了一下肩膀 他指的住口 罗大臣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眼中顿时爆发出一阵亮色 他歪着头看了一眼林景洪 然后从丫头怀中挣脱 跑到林景洪怀里 他赫然把林景洪 当成了自己的保护神了 叔叔手里还是没有奶糖 你怎么也来了 林景洪抱着他打趣道 叔叔能打坏爸爸 大臣喜饭 罗大臣说着 恶狠狠向坏爸爸罗飞 做了一个鬼脸 然后马上钻进林景洪的怀中 逗得众人一阵哈哈大笑 大家闲聊了一阵 宋青青和秋思两人 终于从厨房里出来 表示已经准备好了晚餐 林景洪随让大家去餐厅里吃饭 宋青青的厨艺进步水平很快 几大菜系的几样代表菜 做得已有七八分的神髓 林景洪点头不已 这个看上去很腼腆的女孩子 其实很坚强 总让人出乎意料之外 当然她和秋思两人的饭菜 跟秋月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饶是如此 大家也已经频频叫好了 何爱芬和张小燕 吃饭的时候起先还有点矜持 毕竟这是在书记家里 而不是普通人家 但见自己丈夫 都跟在自己家里一副德行 而且林景洪也没有架子 再加上饭菜可口 两个人都放开了 一桌子人吃饭的气氛 很是融窍 吃过晚饭 大家休息一阵之后 罗飞和马晨各自告辞离开 罗大臣由此抱着林景洪 这个能打坏爸爸的勇敢叔叔不放手 最后还是丫头用了一袋巧克力奶糖 才让她高高兴兴地离开 看着两家人离开 林景洪和丫头相视一笑 回到客厅 丫头悠悠地道 大臣好可爱哦 哥 你说他会不会也有这么可爱呢 他说着指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林景洪慌不迭地点头 会 肯定会 还要比那小子更可爱才行 一夜就这样无视过去 第二天林景洪洗漱之后 吃过早点 上了县委一号车大奔 周猛开车前往县委大院 今天早上九点钟 要召开一月一度的县委常委会议 回到县委办公室坐下 赵明相端上一杯白开水 开始汇报今日的行程 除了上午一个县委常委会议 下午召开全县农业工作会议之外 今天没有别的安排 其实本来还有几个行程的 比如视察全县的教育工作等等 都被林景洪暂时延后了 文件还没有批完 有些重要的文件 有关部门还在等着自己的批复呢 时间自然不能拖得太久了 刚拿起一份文件 才翻开第一页 却听得张伯过来 有事情商量 林景洪微微一愣 起身相迎 张伯坐下之后 也不拐弯抹角 开门见山的道 林书记啊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 市里你对新康县的班子 做个小小的调整 陈副书记将调往宁长县任县长 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是市委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徐勉 市里在现在这个时候调整班子 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啊 林景洪文言也愣了一下 和尚刚打开的文件 自从吴正强调走之后 自己在市里 已然没有了消息的来源 这么重大的事情 自己竟然没有半点消息 自己之前 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到现在才想起来 同时他对市里 在这个时候调整新康县的班子 也感到疑惑和不解 他散了一颗烟给张伯 自己点燃一颗问道 老张 这个消息准确吗 应该错不了 张伯点完烟之后 见林景洪问起 一证 看来林景洪对这个问题 还没消息 林景洪面色有些凝重 老张 对徐勉同志应该有所了解吧 张伯点了点头 徐勉 市委办公室第一副主任 一向与市委林秘书长走得近 听说抓挡箭很有一手 为人看上去很低调 张伯对徐勉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 他好像还有些东西没介绍到 但这几句对林景洪来说已经足够了 特别是一向与市委林秘书长走得近 这句 这句话基本上可以揭示 市里调整新康县班子的真正原因 林宇明等人显然看出了尘眼的窘况 想要换个人来跟张伯搭配 来压制自己市里的成长 只是这张伯的态度有些暧昧 好像向自己透露了一些不该透露的东西 林景洪感觉原本比较开朗的局势 因为张伯态度的变化和这次小范围的调整 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有一种物理看花的意味 或许上面看新康县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张伯的态度 上午九点 新康县县委常委会议开幕 会议由县委书记林景洪主持 县委办公室主任李同记录 列席会议的由县委九位常委 县政协主席 县人大副主任 人大主任是由林景洪兼任的 县公安局局长马晨 财政局局长熊兴川 林景洪端着茶杯 身后的照明相抱着一叠材料 踩着点进了县委会议室 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之后 窃窃私语的会场一片肃静 林景洪看了一眼沉眼 见他正低着头坐着 双手捧着茶杯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时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来 随收回视线 再次从众人身上一扫而过 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 一跃一度的新康县常委会议准时召开了 这次常委会议的议题 之前大家都已经看过 我就不多做陈述了 现在 有请我们政法委书记梁军同志 做工作汇报 大家鼓掌欢迎 林景洪说着放下话筒 向梁军看了一眼 各位领导 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关心和领导下 上个月由县公安局牵头 联合其他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 对新康县下辖的各类娱乐场所 进行了安全检查 梁军将安全联合检查小组成立以来 到现在所做的工作 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 不但有成绩 也有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这是一份很务实的工作汇报 并没有像其他工作汇报那样 报喜不报忧 直言面对存在的问题 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在梁军的报告中指出 这次联合调查小组 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暴力问题 没有按照程序来 有时候为了人情 而网开一面的问题 也有一些收受贿赂 故意无视严重安全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听完政法委的工作汇报 林景洪稍加总结 指出要加强公检法等有关部门的思想工作教育 指出法治社会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摆证执法人的位置 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依法执法 县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 县财政第二个季度的预算报告 审议通过了关于县财政局 关于加强财政控制的工作汇报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新康县设立高新区的决议 一条条一提的通过 一个个工作汇报的完成 县委副书记陈衍却没有一点动静 不禁让林景洪感觉有些意外 这次常委会议陈衍乖的 简直让人大感意外 不但是林景洪意外 其实就是张伯也感觉意外 看来陈衍是真的准备安心调走了 不想给林景洪再设置什么障碍了 这次常委会议中 别说反对的人 就是稍微喘一下大气的人都没有 好像林景洪是痴人似的 接下来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打造大金箱古村落旅游基地的决议 此条一提议通过 标志着大金箱彻底摆脱了穷乡僻壤的困境 也是后人认为大金箱开始腾飞的标志 大金箱党委书记郑伯熙的仕途 由此开始进入转折点 直到最后成为林景洪势力的核心成员之一 会议审议了新康县新华路 现代化商贸中心的竞标过程 没有发现任何违法违纪的操作 搁置了三四个月之久的现代化商贸中心 终于又重新开始建造 之后会议又通过了 关于任命罗飞为新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委书记的决议 高新区级别相当于乡镇 除了党委书记高配副处以外 其他人员与其他乡镇一样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县委常委名额的决议 并且提名副县长朱海峰为县委常委 高新区党委书记罗飞为县委常委 只要上级有关部门通过 两个人便是11位县委常委之一了 一系列的议题毫无悬念地全数通过 会议最后林景洪做了总结发言 他指出这届县委常委会议 是一次圆满的会议 会议通过的一系列议题 对新康县将来的发展 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次会议也将会载入新康县发展的历史中 之后几年新康县的发展 论证了林景洪这一番讲话 这次县委常委会议的召开 对新康县经济的第一次腾飞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而也证明了林景洪的目标是深远的 能看见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象 会议结束 林景洪看着陈衍的步履有些盘跚 第一个出了会议室 看来陈衍很不甘心 这次县委常委会议上一言不发的表现 但不知为什么在会议上这么忍得住 林景洪收拾完文件出了会议室回到办公室 这次厂委会议的顺利召开 也总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 但接下来还有千头万血的东西得整理 并不得空险 这次厂委会议之后 自己的微信好像在无形之中涨了不少 一路过来人们看向自己的眼神都不大一样了 批了两份文件 纪委书记胡敏过来汇报关于罗飞调查情况 这是一种形式 胡敏的这份报告中基本上都是一美之词 即使出现极个别的中性词 对整个调查情况也没有什么影响 之后市委纪委和组织部门 也会对罗飞以前的工作展开例行调查 然后找他谈话 胡敏离开之后 县委组织部部长陈立文又来 他一进办公室便笑道 恭喜书记大丰收啊 这次县委常委会议 书记不但如愿以偿地抓了经纪 也抓了人士 这使得陈言雅做一个上午 书记的微信无形中又上升了一大截 他边说边在林景洪的示意下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林景洪笑笑 陈叔 恐怕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陈言要马上离开新康县了 估计受到了什么压力 才使得整个会议中他都没有说一句话 这可不是我的手段惊人 我可是没练过什么令人禁言的先发啊 他开了个玩笑 亲自泡了一杯茶递给陈立文之后 自己也在一旁坐下 哦 陈言要离开新康县了 我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 他准备去哪啊 陈立文一惊问道 林景洪苦笑 自己这帮人各个消息都不怎么灵通呢 只得解释道 听张县长说是要去宁长县任县长 级别上去了 他在迫不及待的等着升职啊 原来如此啊 陈立文还想询问是谁接任陈言的位置 但不好问出口 林景洪知道他的心意 虽将继任者徐勉的情况也介绍了一遍 当然他也是照搬张伯的话 他对徐勉不怎么了解 再加上时间紧迫 也没让人去查徐勉的有关情况 能说得出什么来 那才叫怪事呢 陈立文点了一下头 徐勉这个人我倒是听说过的 书记说得基本不错 但有一点漏了 徐勉行事乖长 如果没有林秘书长在身后帮他撑腰 以他的性格早就被赶出市委办公室了 别提能当任第一副主任了 如果真是徐勉接替陈言的位置 恐怕不利于新康县班子的团结啊 刑事乖长 林景洪一正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一个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居然还能用刑事乖长这样的形容词形容 可见这徐勉的人品如何了 见陈立文一脸肃然的样子 应该不是像说假话 再说他也没有必要像自己说假话吧 看来对这件事情要重视起来 新康县发展经济 刚刚打开一点局面 上头却要派个愣头青来横冲直撞 对新康县和自己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林景洪微微触媒 我心中有数了 不管徐勉是什么人 来到新康县就得乖乖地给我做办公室里 好好看看报纸 安心享受新康县发展所带给他的政绩 如果胡乱插手整天胡天胡地 林景洪冷哼了两声 现在自己对徐勉还不是很了解 说些什么还为时尚早 他要先等徐勉下新康县了 观察一段时间 看看徐勉是龙还是虫 林景洪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林景洪见陈丽文东拉西扯的 就没说什么正事有些奇怪 估计他有什么难言之意 正准备挑直地说 可是还没等他开口 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 陈丽文马上起身告辞 林景洪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 便向他点了一下头 示意他先回去 等陈丽文离开 林景洪来到桌旁拿起电话 喂 林书记 听说今天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大丰收了 不要忘记请客哟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好可怜的 电话是陈燃打来的声音娇柔 林景洪心情不错 哈哈一笑道 好啊 消息蛮灵通的嘛 县委常委会议刚开过还不到一个小时呢 你远在省城都已经知道了 看来你在县委大院埋伏了不少县人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老实交代 坦白从宽 抗击从严呢 林导 冤枉啊 我有什么县人呢 全身穷得叮当响 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呢 哟 看来你如此可怜 那就放你一马 怎么样 我们的展台有没有人光顾啊 领导 正准备向你汇报这事呢 投资贸易博览会上 我们的展台布置得相当成功 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绿色农业这个概念很受人追捧 由于人流量逐日有增无减 我们人手不够 因此啊 想请领导再派一些人来 对法律和农业方面比较专业的人 说到正事 陈然恢复了严肃 向林景洪汇报 有关乡省贸易博览会上的有关情况 嗯 等一下我找张县长商量一下 抽掉人手赶忙省城 辛苦你了 要保重身体啊 林景洪匆匆地吩咐了几句 询问过相关问题才挂了电话 然后致电给张博 向他说明投资贸易博览会上的事情 让他组织人手赶赴省城 张博听了之后对这个问题显得很重视 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 研究人选问题 下午林景洪在新康县大会堂 召开全县农业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各乡镇政府一把手 县农业局有关人员 县粮食局有关人员 县委农业办有关人员 以及县委县政府相关人员等 上百人 会议上通过了县农业局 关于2001年农业工作报告 会议审议了农业局 县委农业办等部门联合出台的 新康县绿色农业产品计划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了 以罗飞和程海为首的 三溪镇党委镇政府 对绿色农业发展 做出的巨大成绩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